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大蒜的醫療用途 我知道大蒜有殺菌的作用 現在很流行浸了蒜頭來當作治療作用 其實大蒜是否這麼有用呢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大蒜 也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歡用大蒜來殺菌 有喉嚨痛、咳嗽、傷風 有些人不怕,就直接淡口吃 其實在歷史上可以說 大蒜有成7000年歷史 大蒜雖然在中亞洲開始 但是在地中台地帶 以及在亞洲、非洲、歐洲 都是一個常用的調味的用途 那麼早年在古埃及 你知道埃及在金字塔是需要很多人的 那麼原來那些工人通常都會吃很多大蒜 有很多人為全美、沖和沖 與沖的立他那些 那麼聽說有時,當大蒜不足時 工人會罷工的 那麼為什麼呢?其實大蒜是有種強體的作用 强生的作用 甚至乎在古罗马帝国 那些士兵的食粮里面一定有蒜 我也听过 在佛教有些宗教 他们不喜欢吃五分 蒜、葱 其实他们认为这些蒜是有一种刺激作用 蒜确是有一种刺激作用 所以可以说你的战斗力是强了 也有些人用来壮阳 所以可能这个原因 在佛家里面要讲求静心 他们尽量避免吃这些食物 虽然他们的蒜不是一种肉类 但是他们也有时候会避免 就是这样的原因 希伯格拉底、医学之父 曾经认为蒜可以处理一些传染的疾病 尤其是主要是那些抢道的病 在十二世纪 有一位德国的隐士 他建议将蒜浸在水中 就是刚才所说的 浸在水中 浸在20分钟 然后就当茶喝的 我驻来智气管的问题 拍个酵喘 你知道了 现在很多时候 这些小孩的酵喘 都是由那个呼吸系统 所谓受到感染 慢慢地就变成酵喘 所以在十二世纪 德国已经知道 有一种天然治疗 预防敲转的作用 所以这种方法 其实沿着今次 很多地方民族 都在使用这种东西 很简单 就是浸 用蒜来煲在水中 也可以用蒜 也是浸水 用滚水煲 用三片三粒的蒜头 混了水后 用来处理香港脚 或者抹菌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你也知道 那时候抗生素也未曾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才开始有 在那个战场里面 通常很多士兵的伤口感染 都是靠蒜来使用 蒜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 所以它在当时 可以用来消毒作用 好了 到1924年 他们发现 原来蒜是可以用来 防止坏血病 叫Scurvy 因为它含有维他命C 很高的 在过去 过去二十多年来 那个大战 被认为是一种 维他命C 很好的来源 最近已经证实了 它可以当作一种 天然的抗生素 以及刺激我们的免疫系统 还有帮助我们 减低我们的血压 这个问题 那么 今时今日 大战已经被供应 可以帮助我们 有很多健康的好处 包括降低胆固醇 以及降低血压 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对付感染 以及预防很多慢性病 还有 有些人都相信 可以预防一些癌症 包括胃癌 大肠癌 虽然在目前 仍未曾有足够的科学资料 证实这个理论 好了 大战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 预防血管硬化 这个问题 也可以说 对付那些 防止心脏病的出现 以及会减低那些 所谓低浓度的胆固醇 以及增加一些好的 所谓高浓度的胆固醇 是 袁医生 你提到原来大战 是可以医治这么多病的 可不可以详细一点 和我们说一下 例如 在暗瘡方面 我通常可以用暗瘡 加上其他成分 例如蜜糖 醋 和姜黄 咖喱的姜黄 是医疗的暗瘡 以及防止暗瘡的生长 因为大蒜本身是一个 潔症剂 亦是抗生素 可以平滑我们身体的 皮肤的暗瘡 和诊 但大家都知道 蒜本身也是刺激性 当然我们要小心 不要单纯用草 用蒜 塗在皮肤上 一时间内 它会令皮肤发红 当然 有些情况 我们会特意用 蒜刺激皮肤的血液循环 作用 当作是一种治疗工具 尤其是在针 在穴位 有些人用够 有些人用够 有些人不用够 用蒜 一粒蒜 摘在穴位 这是一种方法 也有些人用蒜 摘在皮肤上 使用一段长的时间 五、六个小时 八个小时 令皮肤起泡 这种是一种 穴位的治疗方法 我们也知道 蒜含有一种大蒜素 大蒜素 大蒜素本身 有很多 硫黄的化合物 为何之所以 大蒜有一种刺激 新热的感觉 因为这些是硫黄的成分 除了 我昨天所说的 心血管的好处 也帮助我们抗细菌 抗毛菌 抗微生物 抗毛菌 原来 大蒜素 也可以帮助我们身体 制造更多抗氧化剂 例如 Glutophion Catalase 这些很重要的抗氧化剂 这些抗氧化的酵素 当然会帮助我们身体排毒 增强免疫系统 预防癌症 以及很多其他病 大蒜素 也有一种抗毛菌的作用 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 我通常有外敷外用的作用 作为局部的 抗氧化剂 或者油 或者乳霜 来治疗一些特别的皮肤 毛病 除了我昨天所说的 可以用在暗瘡 香港脚 毛菌 甚至乎可以叫做 Jog Itch 即是下阴部位的痕痕 其实都是皮肤问题 有一种抗菌的问题 还有 Ringworm 线 圆线 这些 在酵喘方面 我刚才所说 我们将大蒜 煮了之后 对酵喘很有用 每一晚 淋睡之前 用一些 或者 椰子奶 煮三粒的大蒜 就可以令到病人 烤喘的问题 慢慢地受控 也有时候 可以用蒜 炸了蒜蓉之后 就加一些醋 这两种东西 可以再来饮用 对酵喘有帮助 在心血管问题上 我们发现 如果用新鲜的蒜 或者 新鲜蒜的 補充剂 现在市面有很多 可以预防血泉 和减低血块 我们知道 血泉和血块 流畅 会导致血管硬化 血管硬化 当然 会令到 血流通到心脏 受到障碍 血流通到脑 和腿部 会导致心脏病 中风 和四肢的血管疾病 大蒜 当然可以医疗 和避免这种病 在血泉方面 血泉方面 我们发现 一天 吃半粒 即半粒蒜头 可以增强我们身体 是自己溶化那些血块 可以预防我们的心脏发作 和中风 我们在很多地方 即是出产蒜头的大蒜 那些地域的地方 因为那些人 惯常 将这个作为一种食物 心脏病 心血管的问题 其实就少了些 好了 血压方面 我们知道大蒜 可以减低血压 我们身体有一种 一种滑肌肉的放松剂 叫做Adenocene 原来 Adenocene 这种成分 在大蒜里面 都找到的 亦可能这个原因 是解释 为何会导致 我们减低血压 好了 在癌症的预防方面 我们发现 它可以帮助 我们预防的乳癌 前列腺癌 后癌 它有一种抗癌的物质 叫做Dialel Dysulfi 原来 这个 就会 帮助我们 减低某类的细胞成长 即是 如果我们经常服用大蒜 其实 也可以减低大肠 胃 和食道癌 大蒜 也可以减低我们很多 痣癌的物质 可以减低我们 流肿 和乳癌 这种癌的风险 真是很有用 现在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全 陆創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医食和原篇 大蒜的医疗用途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到 大蒜原来是很高维他命C 它可以有杀菌的作用 又是天然的矿生素 可以处理很多腸胃的问题 和其他健康问题 袁医生还有没有其他 继续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例如胆固醇 现在大部分人都很担心打罐醇 也很多人都被医生 已经开放使用 抗胆固醇药 知道任何西药 本身都有很多负责用 亦都是自必不自伴 虽然我们强调 其实胆固醇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如果那些人仍然希望 真的要做些事情 将胆固醇减低一点 其实大蒜是非常有效的 大蒜可以减低我们那些 所谓坏的低浓度的胆固醇 和增加一些好的功劳度的胆固醇 其实不是很多 一天就吃一两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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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可以将这个问题 胆固醇的水平可以减低 接着讲伤风 我相信大多数人用 是用伤风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其实已经很多的研究 已经证实了 对一般的普通的胆固醇 大蒜是可以有预防的作用的 那些人如果经常吃蒜的人 他的胆固醇是少很多的 那所以你看一下 在军队里面 他真的不想有这样的毛病 所以大部分军粮里面 很流行用蒜的 好了 赞算不幸 你真的有双风的症状 你用蒜的 是令到你那个症状 是快快 就是很短时间就可以复原了 糖尿了 原来在亚洲的国家 很多国家 欧洲和中东国家 其实很多时候 都发现 对糖尿是传统的食疗里面 发现大蒜对糖尿有帮助的 那原来在最近 已经有初步的科学研究 已经开始证实 原来果然 那个大蒜是可以减低了血糖的 好了 还有一个就是 那个大蒜里面 有一个成分 有一个主要成分 叫做大ALEO大收块 是一种硫黄的成分 那这种的成分 就是比较稳定的 就算你主用也好 也不会把它破坏了 所以你知道了 很多人都强调 生食的大蒜 是比较有效一点 但是其实就算主角 有一些有效成分 仍然都存在 那这个大ALEO大收块 这个硫黄的成分 其实就可以有些抗癌 和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作用 那另外一个地方 就算是消化系统 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是用在这方面的 原来大蒜可以刺激我们的胃液 帮助我们的消化 那通常在食物里面 加些蒜 就可以减低很多消化方面的问题 帮助我们的消化 也有些时候 就是我们的胃里面 如果是有些刺激 或者是有肿胀 用那个大蒜 其实都可以帮助得到 另外一方面就是耳朵痛 耳朵痛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沙文仔在家里 尤其是半夜生间 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耳朵痛 这个问题 那你如何处理呢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 你一种 就会将大蒜的油 或者将大蒜汁 沾些下去 就加到橄榄油那边 就当一种滴在耳朵的油方面 那从这些这样的油 譬如你把大蒜 或者你可以用简单些 用橄榄油 浸多些大蒜 或者大蒜蓉 浸到这里 其实可以放很多日子 所以那时候可以用 那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直接将大蒜 脱了些表皮 就稍微切一切它 就是头就切了它 擠了小小粒 直接塞在耳朵那边 都可以的 那因为它本身 揮发那种大蒜 大蒜素 就可以直接帮助 我们处理耳朵发炎 耳朵痛的问题 好了 大蒜本身 是含有很多的 就是由於齐桃 颜色 就是药蔥素 和维他命C 对它可以帮助我们 处理眼睛感染 和眼总的问题 心臟 说去很多次了 可以保护我们的心血管系统 我们称为Alicine的大蒜素 再加上大Ail-Ail-Ail-Selfi 可以改善我们心血管的健康 因为主要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减低我们的胆固顺 大蒜本身是昨天所说 在很多地方在战场上 尤其在第一世世界大战 是一种消毒的物质 可以对付很多的细菌 甚至有些培尼西林 都没有办法处理的细菌 所以它杀细菌的能量是非常之高的 甚至比培尼西林更高的 在中国大陆 其实很多大蒜已经成为一种注射的药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直接注射我们的身体里面 大蒜亦有一种化痰 尤其当我们身体有很多痰 肢气管或者肺里面有很多分泌物 大蒜是帮助我们化痰的 其中一个地方大蒜是一种抗寄生虫 那些回虫 可以说是最常有的杀 抢导的寄生虫 好了 大蒜就像我曾经所说 原来是一种催情弱的作用 所以很多时候那些人会用大蒜加强 男女也是一样的 都有这个作用 加强我们性的能力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人因为这个原因 经常觉得在这方面有帮助他们 好了 大蒜亦都可以帮助处理那些废奴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大蒜的抽取物 可以抑制很多不同的细菌 包括我们叫做 Mycobacterium tubiculosa 即是肺炉菌 那我们发现 这些大蒜油 是可以在这方面 发挥它的效果 那最后就是处理伤口 那很多时候我们用大蒜 就涂茶在我们的伤口里面 那最简单就是 将那些大蒜融在水中 或者在水中煮 甚至乎就算是炸水的汁 尽量小心一点 因为它本身是有些刺激的作用 所以唇的汁就不可以直接融在皮肤 那一定要把它稀释才可以这样用的 那因为要小心 就是因为它大蒜 食物用大蒜 尽量都不要空腹去吃 有些人就觉得它有种刺激胃的作用 所以尽量的时候 都是不要空腹去吃的 那你知道了 大蒜其实它的医疗效果 是比很多些营养素 很多些西药 效果还更加厉害的 那如果大家真的要深信 医食同源的道理 大蒜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那它的医疗效果是非常之高的 那在1982年左右 在中国有一间中医学院 曾经有一本书 那整本书就是 就是收集 这个是1980多年的时候 那已经很久了 那它收集了各地全世界很多的 有关大蒜的治疗效果 那就写了这本中文书 那这本书 我很多年以前 我自己一直都买回来 就是家里的图书馆 我最近拿回来查一查 原来那本书 就聚述大蒜在我医生 二百多种的病 那所以呢 所以医食同源 就是很多人想都想不到 很多人有什么时候 喜欢去用药 其实想不到 其实最厉害的药物 就是我们厨房里面的食物 所以这件事 大家可以记住 就是不要忘记 那或者再简单一点 就是说一下 譬如我们不想吃的 那我们可以用大蒜 就是用一些橄榄油 浸它大概半个小时 然后按摩在足部的那方面 那如果你有一个咳得很厉害 或者是有一个伏架系统的伏枫 那你就甚至乎 有些人将那些大蒜切片 就摘在脚趾纳之间 那你也看到了 那你也看到了 你晚上睡觉 你大早上 你发现你的身体 你的口 是有很多大蒜味的 那这个证实给你听 其实我们的身体 你的皮肤 是一样吸收的东西 其实是一种吸收的器官 那所以大蒜对肺的方面 是非常非常之有用的 那你最近也知道 在中国大陆 有些人就炒蒜 大蒜头 是吧 就是追积起来 就不肯放 那令到那个价值 一直这样飙高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我们很快 但是我们陆塞业健康店 最近就会在菲律宾 棉南岛 我们找到很多这些 真是一种天然的 比有机更厉害的 因为很多时候 所谓有机的东西 在很多国家 已经发现 因为土地的 土壤的问题 空气的问题 水的重金属 就算你不用化疗 你不用化学肥料 你不用杀虫药也好 你本身的水 本身的泥土已经不干净 所以在外国最近 John Adams 他有个全世界最多人 看的健康的网址 他自己最近 就自己成立一个化验床 化验的实验室 他将很多外面的 市面的产品 进行化验 包括很多所谓 是已经有机认证的产品 结果发现 一样是很多很多问题 所以有时 就这么说 有机认证 其实是不足够的 我们真真正正 是真的要知道 那个产品的来源地 是真的 是不是这么 环境是真的这么好 那我们很快 我们的陆塞健康店 我们就会开出很多 新鲜的高质素的水果 除了大蒜 蒜头 有些山竹 有个Graviolla 这种对癌症很有帮助 我们也会有些 那个芦笋 就是很多高质素的山竹 榴莲 我们也会有 开始有得 有得售卖的 那大家留意一下 我们的网址 会尽量介绍 我们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货 大家其实都可以 尽量网上购买 这就是说 迟一点 两三个月之后的事 今天多谢了 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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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環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